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期在项目实施后能于2021年吸引进5万名游客 并为清迈地区的农业、商业和服务业经营者提供增加约5亿泰铸的收入 助力清迈打造兰娜美食文化旅游新城的形象 努力在新冠疫情危机后振兴当地旅游业 为推动清迈兰娜美食文化新旅游的发展步伐 清迈大学食品创新与包装中心 以制作当地特色美食的食材作为美食旅游的主角 通过组织对美食有了解和感兴趣的群体进行讨论交流 并与清迈府旅游局合作开展促进当地美食发展的多项创新活动 以美食为媒介向世界各地宣传清迈美食旅游项目 此外 中心还为经营业者邀请到了米其林星级厨师和对标名厨 参与指导创新菜单 并将这些新型菜单作为每家餐厅的特色菜谱 同时 通过加强美食与旅游景点的网络建设 组织开发兰娜创新美食的比赛 以数字营销和宣传手段讲好美食故事 让兰娜美食文化广为人知 清迈大学中心希望 美食旅游项目能够凭借具有创意的烹饪方式 让美味的兰娜美食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实现高附加值和可持续发展 助力清迈打造美食旅游中心 激励经营业者自力更生 突破发展 提升企业竞争力 以此振兴清迈经济 以上就是我们清迈大学播客今天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